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23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話說有個女子走行人天橋的扶手梯 竟然被夾著手被困要報警 怎樣的消息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事故特別多 有位工人高處墮下 據報鐵枝插中腰 傷口有10吋深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近期北上的消費熱潮不斷加劇 昨天造冬 原來有市民住在小西灣 都一樣不信 特意想去買一樣東西 買甚麼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觀塘道 行人天橋 扶手電梯 女子仆倒 夾著手被困 消防員救出送院自你 報道機的流行人天橋 今天12月23日早上11時19分 一名女子在觀塘一條連接觀塘道與 進業里的行人天橋之上 使用扶手電梯的時間不小心跌倒了 搜捕被困扶手梯之上 消防捷報道場把她救出 幸好事主清醒被送往聯合醫院自你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相對罕見意外 這個女子跌倒了 結果手夾著在扶手梯的縫位 幸好沒有大礙 不過各位路友機使用這些扶手電梯的時間 都要多加小心 記得緊握扶手 另外亦講講這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道 長沙環65歲的男工人高處墮下 遭到地面的鐵枝插鑰 傷口有10吋滲 送丸字來的 報道幾個內容提到 長沙環延平道一個地盤發生工業意外 在今天12月23日上午約摩10時 一個65歲姓默的男工人 在地盤爬上高處工作的時間 在移動期間不小心跌倒 剛好地面擺放了鐵枝 男工人被鐵枝插上右腰 傷口有10吋滲 嘴唇亦都受傷 救護人員接報到場 將受傷的男工人送往馬加烈醫院治理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今天上午的意外聽見都痛 希望這位工人送完治理過後沒有大礙 相關原因有待跟進 另外亦轉體一下這單頁有關HK01的報道 港人買菜做東都不上 洗兩三個小時坐三輪車 小西灣的街坊去到連塘口岸買雞 當地的銷納店員就說昨天更多客人 就說銷肉幾斤幾斤買 雞就幾隻幾隻這麼老 報道機內文提到了 昨天冬至所謂東大過年 即使寒冬臨烈 仍然有香港人不想大買銷納等等的熟食 和家人過節 亦有第一次到連塘口岸商業城的香港人 豪花藥膜2000元 在說買雞和鵝等等的熟食 不單止一家人享用 更加送禮給親朋、戚友、分金和味 有蕭立浦的店員就表示 就說前天已經有很多客人來買雞 燒肉過節 昨天造冬的客人更加大破省囊 大夫雞、燒肉都幾斤幾斤 幾隻幾隻雞這麼買 當中內文提到了 以往每年都會和家人北上到酒樓吃飯過節的澎山 今年一改以往的方式 來到連塘口岸商業城買一隻種 和蕭立回家過節 預算約幾百元 不願意想見的他原來住在香港東區 昨天早上由小西灣搭車到金鐘 再搭當鐵線往粉嶺 再轉車去到連塘口岸 用了兩個多鐘 他不介意路程遙遠 因為已經退休 就當作消遣時間 他認為東區街市的冰鮮雞的味道差劣 就說有些沒有味道 價錢約$82至$83一隻 而這裡的雞約$100人民幣一隻 就說不計較價錢差距 但注重味道 以上折磨於HK01的報道 認真吹象 即是說在東區住都特地去到連塘口岸 買甚麼呢 是買燒尾 即是買雞買鵝來做東 當然各有所需 坐車久一點沒問題 退休而已 當作消遣時間 另一邊商價錢方面 其實都可以說是相約 不過受訪者就說 香港的雞沒那麼好吃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 跨境消費已經蔓延到生活上 買菜也不想 做東飯也不想 難怪香港的零售市道此消比獎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沙田街市38歲的男子 專掏水果檔來爆涉 四次下手 終於斷政 警方調查再揭發他偷電話 報道的內文提到 警方在星期日和星期三 12月17日和12月20日 分別接獲三宗報警 說沙田正街街市的三間水果店 懷疑遭到爆涉 三宗案件損失金額 約罰是820元現金 警方經深調查過後 發現一名可言男子 懷疑他在水果店進行爆涉 於是就上前截查他 並在他的身上檢獲 懷疑爆涉所得的130元 那個38歲的本地男子 涉嫌爆涉被捕 警方再調查後發現被捕男子 同時和昨天12月22日 沙田第一城一間大快活 所發生的盜竊案有關 案中一部價值約摩 11000元的手提電話被人偷走 被捕男子現正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HQ01的報道 據報這個賊專欠水果店 並且說昨天大快活有個人不見了一部11000元的電話 又和他有關 估計這個人過去的一段時間 專門留在沙田區賺食 另外也說說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有個港飄女子 經瓦大家樂下午茶全場長者 網友就說一個原因引致這個老人HIT文化 報導幾日文提到了 大家樂大快活美心等等的連鎖快餐店 經常坐無虛席 除了一眾求方便快捷的食客之外 更加聚集了一班老友記 近日有港飄女子在社交平台小紅書 資訊拍片分享 她多次在下午茶的時段 到訪大家樂的時間 都會發現店內闖滿了長者 更加以老人HIT文化 形容這個香港獨有的現象 這位港飄女子表示 同時自己經常因為起床的時間過晚 錯過了午餐時段 而被迫選擇吃下午茶 但當她會切到大家樂吃飯的時間 就會發現餐廳只有她一個年輕人 其餘全部都是老人家 她是以潮字來形容一眾香港的長者 就說她們好像性行 那個HIT下午茶的文化 有香港網友就說 一個原因導致長者養成常規生活流程 和出現這個老人HIT文化 另外港飄女子也提到 因為內地長者較為養生 在日常飲食當中會避免吃一些山冷 和煎炸的不健康食物 但是香港長者 就喜歡在餐牌的眾多選擇當中 選紅豆冰、炸雞腿、公司三文治等等 相對油膩的食物 她更加笑稱指身在內地的奶奶 可能一輩子都沒試過喝凍飲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這位港飄的女子來自內地 例如說近日在香港的大家樂吃下午茶 發現香港有個獨有文化 就是有很多老友寄 喜歡在大家樂、大飯活等等的茶餐廳打蛋 形成了一種好像是長者HIT的文化 他就說內地的老人家不會這樣 不會吃炸雞腿、紅豆冰等等 不過兩地文化當然有不同 這邊說下街喝杯熱奶茶 和隔離位聊天都不知道多爽 另變商就說到 將相關的熱話寫上小紅書 內地網友都即即清奇 就認為內地有些老人家 可能一輩子都沒喝過凍飲 所以這個港飄女子就發現這個文化 不過對香港人來說 一早就已經習以為常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